今天是6月23日 我来总结一下 缅甸战争走向 军人窃权已经将近三年半了 军人从开始的扎牙舞爪 到如今的垂头上气 为了保命挣扎的进行最后的挣扎 当初他们过于的自信 也太相信别人 别人给他的承诺 如今已是仇无数 较低地步零 得到了一些支持 也是杯水车薪 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现在战争打的是实力 是烧的是金钱 有了金钱可以买到先进的武器 赢得战争的最后的胜利 表面看军人夺权后 取得了这个国家的资源 加上他们的战争的机器 似乎在战场上 完全处于优势 但实际的情况是 军人窃权以来 背上了整个国家的包袱 若国家财政正常运转 或得到了某些组织的资源 手中有钱 办事不慌 可实际的情况是 去年的1027行动影之后 缅甸边境各地的贸易 大部分被切断了 国际贸易又被制裁 军人没有了钱 急红了眼 开始敲诈勒索民众 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极大的愤慨 微博的收入 对军人体系庞大的开支 根本就是入不敷出 军人集团下面 拖着带着巨大的这些寄生虫 这些寄生虫 一旦失去血液 供血能力 那就反过来会对付军人 落井下石 而反观革命军正面 虽然现在条件艰苦 全国人民 节衣缩食 将有限的资源 提供给了这些革命的队伍 革命队伍的负担 都是就是自己的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NUG政府 民族团结政府 争取到的外援 有了钱 买了装备 直接供应给部队 轻松的多了 同样是1000万美元 对军人来说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转 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而革命军有了这1000万美元 直接就可以扩大一个团的兵力 朋友们应该理解 为什么少数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区 攻城掠地 那些地方可是天高皇帝远 可切断 群人的边境的贸易 切断他们的财路 更何况他们是民族管辖的区域 捏住了边境贸易 也有财力管理当地 对军人实施了包围 而市中心革命军不急于夺得 因为这些大城市一旦夺取 就背上了巨大的包袱 就要留下大量的队伍 进行城市管理 得不偿失 这盘大旗下的这个庙 这个京 他的深意精髓 就是一个字 拖 拖死军人 时间会让他们军人生不如死 耗尽他们所有的精力 城市战开打 就是革命军 已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各项工作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拖对缅甸人民来说 暂时现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对这个国家来说也是灾难的 但是为了子孙后代 为了更长远的 更好的明天 这些痛苦 也是必须要经历的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啊 缅甸人民就是在这种艰难当中成长 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在昨天夜里 仰光难眠的一夜 从晚上八点之后 各地接连的发生了爆炸 米格拉洞空军基地楼 也发生了强烈的爆炸 据说有救护车 拉送出了很多的尸体 还没完 这一轮多地的爆炸之后 换一地爆炸 接下来又是爆炸 军人疲于奔命 一个晚上都是车辆 平时因为宵禁 没有人敢外出 能够在宵禁当中 走来走往 车来车往呢 这些车辆都是与军方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 这些关系货 民众无法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敢去前往 刚看 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 军人的做法 就是迅速的掩盖事实 晚上被炸的警察局 这些碉堡 早晨去看 已经恢复了原样 像发没事发生一样 因为军人现在心虚啊 他们想粉饰太平 若留下了爆炸的现场 又是打脸 打在他们脸上的事 许多迹象的表明 人民国防军PDF 与地方游击队 不可能长期隐藏在 该出手就得出手 等待着这个时间点的到来 曙光也许就在眼前 我们再播报一下 克伦尼邦的消息 近期在克伦尼邦 帕桑镇的冲突当中 苗莱武装所发射的炮弹 产生了有毒的烟雾 导致克伦尼暂时出现 头晕和呕吐的症状 克伦尼军K司令彭乃商校称 克伦尼军在对帕桑镇 对苗莱武装营地的突袭当中 克伦尼暂时吸入了 苗莱武装发射的炮弹 产生的烟雾 而出现呼吸困难 头晕呕吐的症状 所幸烟雾当中的毒性 并不是很严重 目前克伦尼暂时已完全的康复 在战场上苗莱武装接连遭遇失败后 经常使用了非常规的武器 就在今年2月底 帕桑地区接连发生冲突 目前还在继续 苗莱武装部署在帕桑镇的部队 仅剩下了第134和第135步兵营 不过531机动营和6060旗下的 第一步兵营正在增援当地 据克伦尼人民保卫军KNDF 3月23日发布的声明 当时的克伦联军 已占领帕桑镇地区的 9个苗莱武装军事据点 下一期 苗莱武装与德昂军冲突在一起 克伦邦的苗莱武装据点 被攻占 20多人被扶 6月22日 苗莱武装与德昂军的冲突在一起 当天上午11点半左右 苗莱武装进攻了 德昂军位于曼德勒省的 孟沃古镇的一处据点 双方就在昂泵皮村和阿特泵村之间 展开了交火 期间 苗莱武装无人机投弹 袭击造成了一所寺院被炸毁 此前苗莱武装的无人机 就曾多次袭击德昂军据点 并造成了多人的伤亡 另外在克伦邦高加利镇 以克伦民主解放军为首的克伦联军 在围攻明昂来武装的苏加利据点 5日之后 于6月21日占领了该据点 并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据报道 苏加利由明昂来武装第560机动营 负责驻守 在双方交战期间 该营明昂来武装6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少校指挥官 在内的20亿人被俘 其余人员溃逃 克伦联军方面也有15人受伤 下棋是国杆同盟军 同盟军举行了军人猎属住房分配议事 6月21日为表彰慰问对第一特区光复大业 做出贡献的干战和猎属 同盟军举行了第二期军人猎属住房分配议事 同盟军政治部主任金星准将 司令部副参谋长李士杰上校 特区建设部副部长志学松 政治部组织处处长鲁家军少校 及猎属军署商残军人代表干部优秀老兵等 近200人参加一时 感谢大家长期对我的支持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评论转发 你们的点赞评论转发 能让更多的华语圈看到缅甸发生的真相 这样也能帮助多灾多难的缅甸 这集就到这 我们下集再见